11月8日正当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时候 中共海外喉舌《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 向大陆民众泄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讯息 目前正受到联合国关注 怎么解读十八大召开的同时出现活摘器官的敏感讯息 我们的分析报道 《环球时报》的报道主要是根据以色列国土报11月7日的报道内容 之间来自以色列议员最近签署的一份请愿书 请愿书要求联合国调查中共摘取活体器官事件 因为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与以方交涉 一些签署请愿书的以色列议员担心影响和中国的贸易 而承认没看清内容就签了字并正式向中共道歉 大纪元新闻网对比国土报的原文 发现环时还漏报原文中的重要信息 原文提到以色列议员制止活摘器官请愿书 遭中国政府施压威胁和要求道歉 监制的9名议员中有3名议员道歉 只有一名议员说 没看清内容就签了字 另外的2名议员强调自己是被迫撤回签名 原文还说 中国外交官要求以色列议会 以中友好联盟主席大卫罗姆特写一封道歉信 就此罗姆特请求这9名议员在道歉信上签字 否则将损害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 但遭到大部分议员拒绝 活摘器官不是一个政治层面上的问题 它可以说是对整个人力是有巨大的危害 这个事情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纳粹德国 对犹太人的伤害 可以说是对整个人力的尊严 道德的底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事情我可以肯定地讲 全世界所有主持正义的人们 对这个问题不会罢手的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一个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环球时报的文章 应该我想记者是有意想透露 这个活摘器官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它就太笨了 完全是抓石头打自己的脚 因为这件事情如果让国内人看到 它一定会看出因来的 因为它几个方面 反正说它是证实了活摘器官有这件事情 而且还证实了国外有签名运动 2007年8月 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 涉嫌为以色列人前往亚洲 进行人体器官移植 充当仲介的男子 主犯承认 器官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死球 及良心犯 包括法轮功修炼者 从2008年开始 以色列没有任何病人 为器官移植前往中国 2012年4月 以色列开始正式实施 新的器官移植法 禁止保险公司支付 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 新唐电视长春 刘慧中原采访报道